各位兄弟姐妹 今天我们欢迎耶稣 光荣地进入耶路撒冷城 为什么观众要欢迎耶稣进入城呢?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耶稣所说的说话 和耶稣所行的事 尤其是最近 那个复活拉扎禄的奇迹 很清楚地显示出 他就是墨西亚 就是那位奉上主的名以来的君王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心地善良的民众 一知道耶稣要进入京城 就我高迎了 他们将我衣和树枝抱为脑上便 大声说出现在我们每一代 尼撒中都要念的经文 奉主命以来的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向切云烧 不过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接受欢呼 而是为了受苦手难 事实上观众越是欢迎耶稣 那些妒忌耶稣的使者和长老 就越是想将耶稣杀死的 结果他们善动了一些人 在彼拉多重东面前大叫 听他在十节假上 听他在十节假上 年加乐山上便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从今天开始了 我们准入这个成就 大家知道这个成就 作为一年里面最重要的 最神圣的事迹 所以我们首先 纪念耶稣基督的苦难 和他的死亡 接着我们就会认出 他的光灵的复活 各位兄弟姐妹 我希望各位兄弟姐妹 在未来的几天里面 我们要向圣母陪着我们 一起默想每季经历里面的 几段最重要的奥迹 在圣纪四耶稣受难前职 我们默想下光荣五端 耶稣建立圣底圣事 也当我们默想下痛苦 一端耶稣生怨祈祷 在圣纪五耶稣受难日 我们默想痛苦二端 耶稣就变大 痛苦三端耶稣大此观 痛苦四端耶稣背十字架 和痛苦五端耶稣被 爹在十字架上死 好了各位兄弟姐妹 有一首紀念耶稣苦难的英文歌 叫做当他们把我的主 爹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哪里呢? 当他们把我的主 爹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哪里呢? 你想想想 假如你现在就在耶路撒冷的圣母大殿里面 坐在耶稣二千年前被人订在十字架上的地方前面 听到有人唱这首歌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受呢? 你觉得 谁有资格问这个问题呢? 当他们把我的主耶稣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哪里呢? 是这个人是不是出迷耶稣的犹太师呢? 当然不是啦 是不是三次霍运耶稣的百多禄呢? 当然不是啦 是不是那些逃走了在门道呢? 当然不是啦 是这个人谁啊? 是这个人只能够是谁啊? 是圣母玛利亚 因为耶稣背着十字架 走了多久 圣母就开始背着耶稣的 直到耶稣被埋葬的时候的位置 圣母是全世界最爱的耶稣的人 因为耶稣不单只是祂的仔 也都是祂的天主 从耶稣来到世界的第一刻 直到距离开这个世界之战的最后一刻 耶稣一生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跟圣母一起的 圣母对耶稣的爱 完全超过任何人 所以当圣母见到有这么多的人 不单只不当耶稣是天主 他们不单只当耶稣是人 他们不单只不听祂说的话 还随便侮辱祂 伤害祂 杀死祂的时候 圣母就觉得自己的诚心 好像被利剑穿斗了一样 但是圣母不单只最爱耶稣 他也最了解耶稣的使命 圣母知道耶稣必须要在十字架上 向天父现上自己的同父来救赎世界 所以在加以压在山上 圣母一直都是耶稣身边 不过圣母想有这么多的人 好像他一样 可以陪伴耶稣 做耶稣的助手 献上自己的生活中的大大小小的痛苦 来完成耶稣救赎世界的使命 所以圣母现在可能在你的心中 问你这个问题 当他们把我的主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你是否在哪里呢 让我们在圣母旁边 站在十字架下陪伴耶稣 好吗 我们陪着耶稣所受的痛苦 多久会成为喜乐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圣记录 晚上和圣记日 我们就会庆祝复活节 我们会默想光荣一屯 耶稣复活的老迹 各位大姐妹 希望这个圣周 这个神圣役 时刻我们继续默想 耶稣基督的苦 以及我们的死亡 跟着我们庆祝 耶稣基督的福 活成 禁止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